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的彩虹朋友 在宇宙里面比赛会怎样呢 我是戴国具 那今天咱们就邀请彩虹朋友来到宇宙 进行跳运比赛 而今天的比赛项目就是 从这个星球跳到另外一个星球 看他们能跳多远 首先出场的选手是蓝色好朋友 我来跳啦 到底往哪边跳呀 也没有一个箭头 搞得我晕头转向 怎么半天也下不来呀 跳这个玩意儿真累呀 好了我跳完了 该你们了 好了蓝色好朋友已经跳完了 接下来该绿色好朋友 这个绿色好朋友怎么这样跳呀 他怎么跳到地球这边了 你跳了和没跳 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呀 好了那接下来该紫色好朋友 这什么情况 男色好朋友你怎么睡着了呀 好歹再进行比赛 你尊重一下对手好不好 算了在地上睡觉容易感冒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房子里面来 这样的话睡觉就不会感冒了 接下来该紫色好朋友 紫色好朋友你要加油呀 跳远比赛嘛 我有四条腿我怕谁呀 在太空飞行呀 这种感觉真好 哎呀怎么样 跳得比蓝色朋友远吧 哎呀就你这一点点还比他远 看我的 我一跳让你感觉世界真奇妙 哎呀哎呀哎呀 怎么跳到外面来了 哎这样好吓人呐 好了接下来该粉色好朋友 粉色好朋友你没有手你要小心呀 哎绿色好朋友你不要取笑粉色好朋友了 我觉得你才搞笑呀 因为你现在还是倒数第一名哟 哎哎粉色好朋友 绿色好朋友笑你笑的对呀 你怎么跳到这个位置了 好了接下来该黄色好朋友 黄色好朋友 你可是黑把选手 一定要跳出好成绩呀 哎呀哎呀 成不成绩的无所谓 没掉下去就是好的了 好了接下来该黄色好朋友 啊黄色好朋友 一跃而起 哇你这两个翅膀白长了吗 再往前走一点点呀 哎呀完了 跳到空中了 哎呀小宝宝啦 接下来该红色博士 哇红色博士这两条小短腿跑得好快呀 哎不过你这两条小短腿跳得却不远 哎呀完了没有跳到这个石头上 你也飘到太空去咯 接下来该黄色柳呀柳好朋友 哇这个好朋友没有腿 但是他的成绩不错呀 哎直接跳到了这个跳台上 就连紫色好朋友都有点激怒了 接下来该蓝色虫子 这个虫子为什么只有两条腿 没有两只手 哎啊他毫无顾忌的直接跳了起来 并且看起来成绩不错呀 哎跳下来了安全的 掉到了这个跳台上非常不错 接下来是红色好朋友 哎红色好朋友 你可是长得有翅膀呀 那是当然啦 我的翅膀可以不停的 噗哧噗哧噗哧 哎看到没有 我都噗哧到宇宙边缘了 哟啊红色好朋友真的很了不起 现在是粉色虫子怪物 啊这个粉色虫子怪物停了一会儿 然后直接往前跳 啊不过他这四条腿好像白长了 在空中滑啦滑啦好像完全 哎怎么回事 他这个滑啦滑啦还是非常有用的 直接往前跑了 并且 喂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大石头了 哦果然越是奇怪越是厉害 哎好了 这一个蓝色朋友 你长得更奇怪 会不会创造奇迹呢 哎呀创造奇迹我最拿手了 哎因为我有四只手 哎我说你有两只明明是脚 怎么回事手啊啊不过你成功跳到了这个跳台上 也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该这一个向日葵怪物 啊哎呀这个向日葵跑起来非常的奇怪 并且哎呀他这个手呀不停的呜呜呜呜 感觉很害怕呀 废话搞得你不害怕一样的 你来挑试一下呀 好了好了不跟你吵架了 我们还是有请下一位选色黄色气球好朋友 哦这一个是蓝色好朋友的弟弟黄色气球好朋友 哎哎你好好跳下去行不行呀你不要害怕 好不好你好歹有三个气球 就算是直接跳下去也是没问题的嘛 哎对了这样跳下去就好了嘛 你看成绩还是不错的还在往前飘 搞不好你还可以得第一呢 哎呀我才不要得第一呢 只要不掉下去就行了 哎呀吓死宝宝了还好没有掉下去 屎八 啊 呜哎 treaties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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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